接下来后面的一个环节 也是跟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就是一样是在开源社群跟NGO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大主题之下 我想工作人员可能要塞一下场地 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到6点15分前最后的这个环节 是由四位NGO工作者跟社群的朋友 来为我们分享他们非营利组织跟开源社群的 一些他们是奠基在经验上面整理出了 也有很概念性很理论性的东西 有非常的扎实 就是千万不要错过 那这一趟的分享有三个NGO是非常的专业 跟非常长期在关心议题的 大家如果不认识的话 现在可以Google一下 分别是环境资讯协会 祖父联盟基金会 跟地球公民基金会 那待会会由三个组织的讲者来分享他们 他们不只是各自在各自的组织里面 跟开源社群合作 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定期的在交流说他们对于组织有边界的组织跟没有边界的社群之间的合作 背后到底有些据说是很哲学性的问题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讨论 那所以讲者是不是要上上上上上来 所以大家就会依序的由他们来做分享 他们的简报是同一份 所以在共笔上可以看到 那就是有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随时的再丢上slide 然后我们会等四位讲者的分享结束之后 然后最后也是在cue现场的发问 那哪一位要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四位 我们可能要追赶一下议程是不是 对啊 那封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是可能等一下大家自己自由联想 那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星起司的飞地 那其实它是有一些有趣的想象的 但是我们先从一个环境议题做开场 就是专画大城湿地 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名字叫 反国光石化 那最近它又回到我们议题的前线了 就是左下角这张照片就是 因为有一个风电厂商想要 去大城湿地设立 风力发电 那所以环保团体们又再动员了起来 但是我们这里放的主题就是 那这个是谁的前线 那当然它彰化环保联盟或在地的彰化鸟会 它们是在地的组织 可是它其他的一些 环境团体或者是学界什么也都在这个意思 那国光石化的过程当中 有进入跟参与 那这到底是属于谁的环境议题 那汇取这个议题 在中间发生过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正好呼应这个station的主题就是 当初我们有一个类似连署的 就是认股的机制 那最一开始就是用Google phone 放在Google sheet里面 然后申诉之后 Google就立刻把我们封掉 对 那就当时使用条款这件事是对的 因为Google phone当时有规定 不准索取下室身份证字号的个子 对那我们有要求填身份证字号 因为这样子跟政府去沟通的时候才比较明确 所以我们就在一天之内 用PHP跟MySQL跟Apache跟Linux 做出了一格连署系统来接手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些可能要工程师才听得懂在说什么 不会动 好 下一页 好 那所以其实因为刚好这个是在 社群运动最一开始20年前 但其实更早啦 就是LAMP就是Linux Apache MySQL跟PHP这四个组合 那它正好是Lamp就是台灯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说法就是 那在这个开运动的时候 我们点亮了一盏灯 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20年的旅程 那这里我们接下来会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 其实这个我们对我来说可能有多重的意义 第一个是我叫高英勋 然后我现在是台湾环境咨询协会的理事长 对 那我们似乎就要代表这个身份 我要介绍一下台湾环境咨询协会 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这四位台上的讲者一起 来准备了这一个session 然后那这就会连接到非地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这里有三个组织的成员 我们决定开始这一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真的跟我们的组织报备 那非地其实是表示是在国家的疆界之外 它可能有另外一个被其他国家包围的领土 那这个是在非地的意思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开场 可能是一种社群的聚合 那但是我们之后开始有了定期的聚会 所以它就越来越像组织 那最后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的 想要讨论的话题 所以我们又走到了议题的前线 那其实我放这个 我本来只是想讲右下角这个图而已 就是会运到科技或者开源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人 可能会发现你家里很常需要一个板凳 因为他没办法自己打开电灯开关 但是也许有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你想办法把开关的高度降低 那我觉得这个在开源这件事上 某一种程度它就是发挥了这样的效果 它在很多时候把一些东西的门槛降低 但是在经过20年后 就是假设真的家里有一个小朋友 20年后你要伤脑筋的问题就是 那这个开关你放在那里到底要怎么办 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是环支某种程度的现况 我们有非常多年运用不同 是建构出来的系统 它不一定是软体系统 但是在组织构久之后 它会成为所谓的legacy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要参照它 要去重构它 其实都有一定的成本跟难度 所以20年后就是 资讯协会某种程度在考虑发挥 导入更多的科技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星期四的非地 就是它一个名字的由来 就只是我们有一些新的题目 就是那可能带到组织 但是我们用组织中的个人 或者是每个人都是公民 其实很多人也是社群里的一份子 各种角色 那我们就聚在一起 那其实与原来的组织来说 它可能就是形成了一块非地 那这个就是我们题目的由来 好 破题破了很久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进入整题了 那所以再回到这个 这个截图是20年前的 某一个网页的截图 那我在这里 就是高音勋 对 然后是2000年9月8号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伺服器 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技术 然后那时候我们支援了 其实很多网站 甚至我们帮他们加 支援了很多的NGO 把大量的网页 发到我们的server上 那所以其实 开源跟NGO这些事情 基本可以说它一开始的时候 就发生了它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它是只要有人 就刚才讲到 大家都会有多重的身份 那你可能是一个 关心某一体的工程师 那可能就会找到适合你的组织 然后所以环境 那时候环境资讯协会 还没正式成立 所以那时候更像社群的存在 然后我们做了环境资讯的电子报 然后还有一些网站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当年发明的事情 然后这张投影片 可能要有机会 大家再去读一下原文 因为这个是希望让 如果在场是NGO的朋友 或可以很快地理解一下 开源社群或开放文化 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的开放的主要意思就是 所有人都可以加入 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贡献者 那这个在软体这件事 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只要你看得到source code 然后有人正确地描述 他遇到的问题 就简单就要bug 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你就可能可以协助去解决 但是开源 或开放社群 它背后另外一个意思是 当你决定把你的source code拿出来 其实这也代表了 所有人都可以分享你的成果 这一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游戏规则的 然后这里其实会有一些 有趣的名词上的关联 就是在现在的开源社群里面 如果你要提交一段程式 就是你要一些更新或写一些新的功能 它叫commit commit在真实的逻辑里表示 你要留下你的名字 对这段程式负责 所以它后面有一个 有趣的功能 叫做blend 就是责怪 就是当你发现一段程式 可能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下一个 叫blend的指令 找到是谁要为这件事负责 所以对于开源的 中文或者怎么样 但我就刻意的保留原样 然后它只是说表示说 因为有这一些公司或者是这些团体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成果放上来 所以我可以很轻松地使用这个模板 来完成这一个简报 那回到NGO的部分 就是其实我们讲 你所面对社会议题的时候 就是一场无止境的支援前线的游戏 对 那但是在科技进来的时候 其实NGO很常会有一个心情 就是我想要许个愿 就是谁有魔法来帮我拯救世界 就是如果我有一个手机APP 然后所有的现场的人都可以 可以帮我拍照上传举发违法 这个社会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那这是不是一种科技魔法 那其实科技界或者是工程师 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心情 我好像有一些魔法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来拯救世界 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这样子 然后实际上 跟所谓的支援前线游戏不太一样的就是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人很开心的说 他发明了砖头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好 那我的砖头可以放进我的加农泡里 然后把它当子弹 这样我可以达成 把在墙壁上砖洞的事情 他其实在支援前线的时候 如果取得愿是我要三辆摩托车 或三辆脚踏车 真实是建议你可能 我说这个沟通里你可能真的会得到 喷射机然后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然后带开喷射机来救援的人 还一直在说你为什么不懂得怎么使用喷射机 那这些就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那其实从开院的角度来说 其实包括形成一个开院团体 那或者是在处理社会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非常多的阻碍 所以这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社群其实越是社群 其实越需要明确的目标 因为刚刚的社群的特质是人来来去去 所以他们的聚合点 其实是在一些清楚的事情上 那其实就像很多社会议题一样 就像刚刚讲的团体它一直在那边 但是关心可能会变 在地的团体通常会是持续的在那里 那所以其实从NGO来说 组织的样态 每一个NGO都有它的特色 最重要的特性其实是他们有墙 这墙其实是边界的意思 所有的组织都会有一个边界 那最明显的边界叫做法律的边界 因为你可能会要请工作人员 你要帮他保劳健保 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告你 即使你是NGO 你也不能超出法律的边界 然后你可能会有捐款 你要开始捐款收据 你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组织 那最常见边界的形成 就是开始汇集资源的时候 只要没有资源汇集到你这边 你就会想保护这些资源 所以你会开始竹墙 竹墙会增加大家进出的成本 然后也许也是希望让墙内的人 步雕越来越一致 专注关心特殊的议题 那这样子就会开始把一些东西往外丢 这件事跟我们无关 这是在组织里很常听到的话 不管是部门或者是对外 可是外界不是这样看的 你们不是环保团体吗 为什么这件事可以跟你们无关 那这个是在组织 或者你觉得真实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墙的目的是 要保护墙内的人 有些时候我们会鼓励同仁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组织的名字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在现场真的是很刺激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墙内都会有情报 会有秘密 然后还有资源 那当然所以这里就隐含着 你跟开放或者开源 可能会形成一些文化上根本的冲突 组织是倾向于划清界限的 但是开放的时候你会希望让边界模糊 但是核心价值是一样 但是大家在特别参与在地议题的NG2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强的功能 其实是你要让组织清楚的被干到 我们只要有进社区 我们都会发现 你只是人偶尔过去 跟你在那里有办公室 当地居民对你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墙 上面挂一个牌子 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大家才会相信你是认真的 那所以这里其实就会说 就是以开放 就是开源或者是内容 开放这样子的词委来说 它不太需要有跨越墙的成本 但是在很多议题的现场 你是需要有那一堵墙的 那所以其实 最后要整理一下 就是以还资的经验 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议题可能都是这样子发展的 首先我们要有跟上时代的科技力 20年前我们算是领先者 可是现在我们其实快要跟上时代 所以不过我们最近开始在试着非无人机 重新的努力要跟上时代 那最主要就是科技力的落差 我们讲数位落差的问题是 你会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开始失去想象力 那你可能就会努力的 用你旧的熟悉的方法 去塑造议题 去跟对外沟通 那甚至你会开始发现 你无法再跟社群的人做好的对话 但是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人其实都要走 真的走到议题的前线 才真的对这个议题有贡献 然后真的到了现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买锅造饭 买锅造饭其实就是我们说 你要有commitment 你没有真的在那里待个半年一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不太容易把成果累积下来 但是当议题告一段落的时候 其实后面会有另外一个 可能需要考虑的事情 那就是你可能需要留一个人 下来守城 对 其实以软体系统来说 我们的确也有一些系统 跑了十几年了 环姿 对 现在还在跑 对 然后如果他们出事 可能还会找 还是会call我这样子 对 但是所有其他人要考虑开始继续前行 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循环 但是这一点是在跟作为 换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角度 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常发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是石中剑的故事 就是当你拔起来剑的时候 你好像得到了一些东西 你开始你own了something 就是你有ownership 然后你就决定逃走了 因为其实很多的议题水都非常的深 但是这个是在 真的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 要知道的事情 那其实讲了那么多 好像没有讲到什么 真实的经验分享 因为所有的事情 讲出来都会得罪人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交给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小孩 这样子 好 谢谢华师的包拟 然后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就紧接着 请地球公民基金会的小孩 来继续做这个分享 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些 得罪人的内容 好 没关系 我还蛮擅长得罪人 那我讲话比较快 然后这个slide 如果大家在公笔上面可以看到的话 我基本上是把很多内容都写在里面了 所以我如果少讲的话 你们可以从内容里面看到 就是原本在预计做这个slide的时候 我想要讲的东西 那我先介绍一下 因为不太确定 是不是各位都认识地球公民基金会 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用 就是大众募款成立的环境基金会 会提到这一点是因为 可能很多NGO都是跟政府 NPO好了 可能跟政府的案子是连接在一起的 因此会有一些规范 一些进程的就是局限 可是我们基金会是因为 就是基本上是公民的期望 以及我们是倡议基金会 所以刚刚音讯有讲到就是 当社群要形成的时候 它会很重要是一个清楚的目的 或是动机 那在我们本会里面工作 有一点类似这样子 我们也是有规范 然后会有一些规则 可是我们是以倡议为那个核心 所以我们的弹性其实相对很大 也就是说我们有墙 但是我们的墙比较透明一点 各个工作人员是可以以自己的专长 或者你现在可以调度的资源来进行 就是你希望可以把议题推进的方式 好 这就是地球公民 那这张图我想要说的就是呢 刚刚谈到那个资源前线啊 就是我们四个啊 每隔周四早上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啊 英勋讲到资源前线 我想说 天哪 这是超级准的 因为你是一个环保团体 但是现场其实是遍布在全台湾各地 有很多受害者或者自救会 那那个现场是谁的现场 你去了你能够待多久 你如果没有办法把一些技能 或者赔力在他们身上的话 你的职责在这里面是到哪里 那可是其实我们在做议题的过程 也非常非常多的志工 或者是专业志工 也是进来我们的现场 所以我们有点像在支援地球公民基金会 他们支援我们 然后我们支援现场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会有很多 嗯 的磨合的地方 像是 其实我开始到这个 就是黑客松去提案的时候 我从来 我们现在台上三 四个人 有三个人 他们知道开源啊 或者是数位产品 那我是没有的 所以我到了以后 我其实讲了需求 我并没有办法知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 那个工具是什么 你的工具箱里面充满了各种东西 其实我是听不懂的 所以那个落差 到我们要一起去打造的时候 这就是专业志工 在支援一个NGO团体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 你们也会很困扰 我们也会很困扰的过程 那到底后来怎么发生呢 就是 我就以这个议题 我们这个专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这个专案是我2019年7月的时候 去黑客松提案 然后已经延续到现在 就大约一年半左右 然后这个专案也做成了一个回报系统 然后我们有做小贴纸 在外面的报道台上面 大家等一下离开的时候 可以带着小贴纸 就有我们的网址 希望可以就是协助我们 举报农地里面的违章工厂 开始接触这个专案的时候 我一开始也是想 有点像刚刚Sandra 就是上一场的那个 我们的讲者 她就想说 天哪 这一开始的那个 报名的可能是一个表单 那我们一开始也是就想说 做个Google表单 让农民来回报好了 但事情当然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就想说 什么地方很多数位的人 我就跑去黑客松 就提案就成了 成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就很多的包含工程师啊 然后使用者设计师 其实Sandra就是我们的使用者设计师 我运气非常好 就是可以遇到这么多很棒的人 那我们试着就要把这个回报系统做出来 那可是还蛮关键的 就是后来呢 遇到小班 就是我们的产品经理 我觉得Sandra讲的那个转译者 somehow有一个人 她相对能够了解两边的状态 然后去做一个协助我们沟通 可是即使在这些沟通下面 其实我遇到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具体的话呢 大家明天可以一点半 就是我和小班会有一个是 麻瓜NGO与开源魔法师的旅程 就是会比较具细迷的谈 我们在这个开始过程到结束的时候 哪些东西一一克服 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开始遇到工程师的时候啊 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个东西叫做MVP 最简可行的产品 就是原来在数位开发 数位产品的开发的时候 并不会等东西做好了才拿出去 可能会是做一个基本上可以做的 然后就开始边改边修边改边修 对我来说想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要做一个 基本上可以用的回报系统 然后我们再继续修吗 那的确是在沟通或者学习 因为对我来说 我也是很好奇开展文化的一些 应该是说优劣之处吧 在议题上面的时候 像刚刚讲好了 社群是一个大家进进出出 也可能到今天不一定有工程师愿意参与 那在NGO来说 我是一个要就是要有进程的 我们有议题的进程 像那时候去年三 今年三月受功夫法的母法公布的时候 其实会是我们最大的曝光点 那个时候回报系统要做好 并且上线才能够让大家使用 可是在开源社群合作的过程 你不太可能压这样一个时程 就是这个方式的话 我觉得在NGO跟开源社群合作 甚至提案的时候 就要去想你们相处之间 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制作的过程 而是一个学习彼此文化的过程 那我们的专案其实就 前前后后四十几个 是GTV的参与者来就是加入 然后我在这里面学到的东西 不只说刚刚那个什么MVP的东西 还包含了数位的思维 那我觉得这个会算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体验 因为产品 的确我们做了一个回报系统 那的确它在我们的政治议题的推进上 是有完成的 可是其实如果做倡议 你可能会知道说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整个大陆事 大陆事希望在今年做出回报系统 有了具体的举报案件以后 我们可以施压政府 可是接着就发现疫情 然后中美台的关系 所以其实像我们主要 订阅国会制度的修改 那议会里面 国会里面就是它整个讨论的agenda 都比较没有放在这些名声上面 可能会是在疫情 甚至媒体的声量 比较没有在关注这些 所以我们的议程 政治议程其实是被打乱的 才做好了 那成果呢 我会觉得当就是如果 NGO跟社群一起合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谓的目的不一定是真的 抵押在一个目的上 我有了回报系统就像刚刚许愿 有了回报系统 农地公团就被解决了 这其实是就是不太可能 会是这么就是待遇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真正的成果 我会是在一个 我觉得数位思维的提升 还有跟这些工程师啊 这些参与者的互动里面了解了 像是做一个网站好了 过去我的想法比较像是线性的发展 这件事情完了做那一件 可是做网站并不是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资料库的管理 都不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听他们怎么做那件事 也包含了对我们就是组织 甚至我个人在NGO工作里面 有很大的启发 开源设计有一些特质 像是去中心化的一些联动性 或者是协作的方式 协作 对我常被问说文件有没有写啊 文件有没有更新 我想说文件是什么 后来就发现天哪有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很多人很容易可以加入 我们那他要离开的时候 可能他把文件处理好 下一个人就可以很容易加入我们 那我自己是地球公文基金会 花动办公室 我们那边其实人相对非常的少 所以长久以来都是靠很多人的资源 那对我来说就会 如果把像是文件这样的东西 能够做好 那每一次的议题 不同的进程都可以 让不同的人来协力的话 那是不是我觉得在NGO的议题经营 和议题的扩散上其实是更有帮助的 好 大家记得去拿贴纸 然后这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Disk Factory 那个回报系统的封面 那最后就是我想要讲的会是说 在开始之前 我去提案之前的时候 我想的其实真的有一点点像是 那个许愿这件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大家对开源社群啊 或者数位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进去之后啊 我就像左边那个人一样 每一次小聚 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 都在台北的办公室一起聚会 每一次小聚都开了我一些视野 然后我去思考 那我们的就是基金会内部的话 大家可能不一定懂每个同事 你最近在搞什么这样 可是大家其实是会讨论的 哦哦哦我那天听说了一件事情 原来可以这样做事耶 然后像是遇到Sandra好了 然后她在TFT 所以我就会听到啊原来TFT 也会有一些做事情的方式 那个办公室很有趣 就是他们办公室可能会客满 然后大家又可以去附近的 就是咖啡店之类工作 我就会觉得说其实 我相信NGO也是跟着时代在进步 那环保团体有 可能别的团体也会 就是我们家有一点传统 不过等一下隔壁那个更传统 就是有一些NGO啊 可能长辈的起家是用抗争的方式 开始了社会的参与 可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啊 相对的政治现场或者可调度的资源 其实是比上一代就是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去经营议题 或者是跟开源社群的参与 或别种社群的参与的话 有弹性和开放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最后一页就是其实没有什么要讲的 我要讲的会是 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 后来我就发现这一年半 我遇到的很多事情 会回归在两件事情上面 就是两个很具体磨合的现场 一个是commitment 一个是ownership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 就是你知道工程师才会 就是有这些字 可是聊了以后就发现 这的确是组织与社群之间 在摆当的时候很关键的两个字 那这两个字的总结 和就是对各位的经验 有一些帮助的话 我们就交给我们的下一位讲者 Peace 换你了 好 谢谢低功小怀 那就直接 直接主部联盟基金会的Peace 各位好 我是任何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那我自己有工作 在NGO还有在GNV的经验 我参与GNV最主要是说 我的工作都是行销 募款 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公共议题 甚至把议题拖散出去 所以在摄取媒体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很兴奋的 就是脸书或者是我们看 2010年的时候 北非的图尼西亚的革命 或者是2011年的埃及革命 它都是运用摄取媒体 去造成影响 然后去改变 可是后来我很从希望变成失望的时候 是我发现社群媒体商业的运用 或是政府的运用都会比NGO更好 所以在一开始提到 英勋提到 NGO需要更多人的协力来创新 或是小矮提到说 我们改变一个社会议题 需要除了NGO以外 还要公民的参与才能改变 所以我在参与GDNV就希望我能够重新检视这个过程 一个社会议题怎么被改变 或者是公民怎么参与 去用新的科技去改变它 我觉得最常被忽略的就是 其实NGO是一个最需要创新的组织 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的资源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困境中做创新 是我在GDNV一直想知道的问题 在我们每个礼拜四的讨论之间 或者是大家听之前的英勋跟小海的分享 会发现有些概念在里面 那我们试着从中间找出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我这边有一群NGO的人很了解议题 我这边有一群公民科技的人可以许愿 好像他们放在一起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可实际上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失败率是蛮高的 小海为什么这个例子是很值得分享 是因为他经营了大概两年 每个礼拜三都要讨论 那即使是如此 他们还在进化他们在倡议的工具上 跟倡议题的方向 那就我所知GDNV大概有几百个专案 在八年之间 可是真的维持下去的专案真的很少数 所以我认为在做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实验 可能比自然科学实验来说更困难 那它的变相是更抽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段时间讨论中 我们把其中四个变相提出来 这四个变相可能是我们在作为组织 或是作为你想参与公共议题的人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来检视你的专案 首先我们把刚才英勋提到那个墙的概念 把它变成一个组织障碍的想象 这个组织障碍的想象 它的有些是可以很快地发现的 譬如说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们没办法做很大的活动 或者是说我们有价值观 社群的每个参与者都有价值观 所以这个组织障碍 包括组织的政策这些 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发现 可是有很多是隐性的 我们没办法发现的 是这个里面很重要 就像那个墙 社群的人没有参与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那边有个墙的 或者是说你在参与的过程之中 来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有时候你问不到问题的核心 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没办法推进 所以它会失去我们创新跟沟通的能力 这个特别强要引心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发现 我们的组织本身有些限制 那我们的社群也有些限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出不出去 那我举我在主副联盟当日执行长的时候的例子 就是我想说我是执行长了 所以我就可以做公民科技的议题了 那我就规划了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到董事会报告的时候 我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 我提出的专案因为公民科技的专案是变动性的 虾虾为什么说我们比较传统 是因为变动性的在地球公民基金会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受一个实验性的专案在跑 可是我们的组织没办法接受实验性的专案 也就是说我提了一个专案 我的成效要非常的清楚 可是MVP的概念 我只能先丢出来继续改 所以这整个工作逻辑的不同 可能就是我的barriors 第二个就是专业能力的不同 我很难跟我的工作同事很快地沟通什么是公民科技专案 在NGO里面可能很难 这些就是我们想象的barriors 就是你不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卡在哪里 但它不是一个你不懂做事方法 它可能是各种组织的限制或价值观 那第二个我们把概念 刚才提到ownership 就是一个专案决定的所有权 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微妙的一个 或是说很复杂的概念 其实它不像表面中那么简单 譬如说它可以简化成说 我今天我要做那个事情 所以我在那边插个旗子 所以它就决定了我要往那个方向走 那或者是说 我们一起想象 这个专案可以怎么走的时候 其实权力的分配 譬如说我在NGO里面 我是一个科程组织 所以我决定这个科程组织 把问题决定好的时候 它就是会让这个决定的过程变得很复杂 那可是社群的有一群人 他们边做也会觉得 那我是不是有权力来改变这个专案的方向 所以所有权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变动性而且复杂的过程 它其实会让每个人 想象不同专案的方向的时候 它甚至要有企划上的共识 跟一些我们对于这个专案的外来的方向的想象 那另外一个变动性是commitment 刚才提到了很多 居留命里面有一句话是常用的 就是说不要先问为什么这件事没有人做 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也就是动手做的精神是社群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那这个动手做常见的问题是 没有人要做 就没有人要做所以这专案就挂掉 可是像小海的专案经营那么久 其实大家都想做 所以它的问题是 我做了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想要改变这个专案的方向的投入感就会变大 所以commitment跟ownership其实是一个很相关的变因 当你投入了更多的时候 你可能想要改变这个专案 可是回到这个专案的沟通 ownership它又会有一个 我这个组织有自己的价值观 跟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可能不会让你改变这个专案 那这个社群就会开始有各种的讨论 那最后就是当我们在这种各种组织 跟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是呼应Sandra的这个简报 我们觉得需要更多的转译者 大家想象如果我前面讲的barrier是 这个组织它看着社会议题 它是解决的社会议题 你做了这个组织 所以社会议题的变动跟组织的规划 是一个需要转译的过程 那接着ownership就是 但是我这个组织跟社群合作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概念需要沟通 那也是个barrier 可是提到的commitment 其实是一个专业能力的限制 比如说刚才提到 PM是一个转译者 那我们有时候会说 社群里面有些软体大神是转译者 因为他可以听到需求 直接知道软体该怎么做 那其实我们三个某程度上都是转译者 或PM File也是转译者 就是说我们各自有理解说 这些事情需要不同的人 不同专业来合作 那我们可以理解 其实横向沟通这件事情 就是在社群里面非常缺乏能力 缺乏专业去做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特别强调转译者的重要性 那亲爱的大家 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事情 其实每一个方框里面 它都可以去检视 检视你的专案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有时候它是很简单的 有时候它是很复杂的 专业来说如果我们ownership的问题 是出在你的企划方向不清楚 你可能就要重新做个企划 或者每次的沟通企划 或是commitment 你可能要找到愿意工作的志工 他有专案的那里去推动这些事情 所以这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可是我们可以讲就是 一个专案的合作竟然是那么复杂 就像小海的工作做了两年了 我觉得我们在开放 或者是开放社群的专案 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 在这个专案里面都在学习 跟不同的人工作 在不同的专案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马上达成共识 可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去推动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彼此建立信任 彼此建立共识的过程 那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过程 其实有时候比结果更重要 有时虽然我们觉得 这个专案成功率可能很低 可是当你开始动手做 或是你跟大家一起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这些付出都是有 总之付出就是有成果 都是有需求 都是不会白费的 其实这些都是很抽象的 那在接下来我们两天的演讲 其实有很多我们公民科团结也好 或是NGO团结也好 在分享我们合作的过程的一些演讲 那这个部分我请PM5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最后就请相信非常多人都知道的PM5 来做我们这个session最后的演讲 应该还好吧 我叫吴博明 我是一个开源软体工程师 然后我也曾经任职于 台湾环境咨询协会 所以我既是在开源社群里面活动 然后有commit 然后有一些贡献的技术人 我也一方面在组织的设定下 在NGO的环境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 所以以刚刚我们这个session 所layout出来的概念来讲的话 我就是一个坐在墙上的人 或者是一个比较常进出于墙 墙里跟墙外的人 那刚刚有很多的场次都提到了 转意者这个角色 所以对我来讲 转意者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养成过程 不过首先一个是 你可能得要习惯把自己放在墙上面 或墙里墙外这个不太稳定 不见得很舒服的位置 坐在那个位置上之后 你可能比较知道自己 要怎么慢慢地长成一个 能够成功转意的人 那除了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以外 我会觉得你可能还需要 对一些墙里墙外经常出现的概念 多一点留心 然后多一点了解 那概念在不同的地方怎么被运用的 那我也是今年的 GTV Summit的共同召集人 就是从昨天在武营 一直到明后天在成大的 这一整场活动的共同召集人之一 那对我来讲 共同这个概念 共同这个词 就是GTV Summit 还有GTV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的GTV Summit 今年有三位共同召集人 有五个共同主办单位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安排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社群不是一个 只有少数人拥有的东西 它是一个大家共同投入 共同参与 然后创造出来的共享的东西 那可是这个共同的概念 我相信在不同的团体 NGO里面也有 那这个概念在墙里面 在NGO里面 还有在社群里面 它是怎么样被不同的演绎的 然后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这可能就是转移的人需要 特别留心的地方 那像今天的这样的年会 我刚刚说是 我跟两位 其他的共同召集人 还有很多的共同主办单位 一起合作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对这五个共同主办单位 包含在内的一百多个工人 还有对我来讲 这个年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 过去几个月 一起run的一个大型的专案 所以我会 我这边就简单的 从这个角度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大型的专案 这个年会里面 有哪些场次的内容 我觉得跟今天讲的 这个主题有关系 然后可能会对各位有帮助的 所以首先一些比较基础的门槛 首先我觉得 没有参与过开源社群的人 第一个你需要练习的是 克服对于陌生事物的恐惧 因为开源社群 毕竟它是一个陌生的参与形式 那你需要一些勇气 跟其他人的故事 来帮助你度过这个阶段 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我很推荐去听明天上午 跟下午的 关于国际公民社群 还有工作坊 从居里面一开始的这些议程 在这些议程里面 你会听到很多各地的社群 他们是怎么起步的 就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发想 然后怎么样发动这一个 这个事情 这个社群的初始 那你也会 应该也会遇到很多 在不同的社群里面 包含GinniV这样的社群里面 的其他新加入的人 他们遇到什么困扰 然后他们怎么样面对自己 刚开始加入GinniV的时候 的困难 了解上的困难 或是勇气上面的困难 那遇到困难 在社群里面遇到困难 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这除了可以让你知道别人也是这样的话 最重要是可以让你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 那再来能够克服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之后 再来我会建议你要想办法去寻找一个同伴 因为在开源社群里面 你能够找到一个熟悉社群的运作方式 然后技术的评估能力又很可靠的同伴是很重要的 他就会是你的转育者 那我会推荐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去听听看明天下午的科技也要倡议 还有明天下午的我来了资讯人跳坑政策 这两个议程 因为这两个鬼里面的议程的 不管是讲者还是会众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对于科技 对于社会议题有意识 然后平常就有在关注的技术人 他们本身都还是技术人 他们对社会议题有兴趣有关注 那在这种MGO和社群合作的专案里面 各位应该都会是对于议题有长期的投入 有了解的人 你们会需要的是 能够帮助你介绍社群的做法是什么 然后可以把两边串起来的那个转意人 那个像桥梁一样的角色 那这种情况下 本来就对于社会议题有关注 有兴趣的那样的技术人 最有可能变成这样的桥梁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里面 你最容易遇到 我会觉得你最容易遇到 这个对你最有帮助的转意者的角色 那在过了这两个阶段之后 如果你找到了 你过了那个突破陌生的恐惧的门槛 然后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同伴之后 接下来我会觉得 你会开始进入一些社群文化里面的深水区 像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NGO做事 组织做事和社群做事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刚刚有说组织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它是有个墙 然后社群的最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坑 一个坑旁边围绕着很多的贡献者 他们可能就自由地来来去去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社群 跟你的组织的价值上是一致的 价值上是对得起的 应该可以合作 但是你们做法上面会有冲突 像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要怎么解决 这是比较抽象的描述 具体来讲你可能会发生冲突 比如说开放授权是什么意思 这在开源社群里面会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组织的想法里面 这可能不是很清楚 你需要一个转译者帮你翻译这件事情 再来是刚刚讲的commitment跟ownership 究竟一个组织做什么事情 能够对科技专案产生commit 因为一般来讲MGO并没有什么太强的技术能力 所以到底做什么事情可以有什么commit 社群的人通常会说组织最有用的一个commit 就是持续的举办一个固定的聚会 就像是我们星期四的飞地 每隔周四的早上都有一个早餐会 它可能没有主题 但是重点是我们commit的一个持续的努力 去维持这个聚会 讨论就会在这个聚会里面发生 社群的坑旁边来来去去的这种模式 往往很难维持这种活动的形式 所以这其实是组织能够贡献给 一个协作专案的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并不容易解释给组织听得懂 那再来讲到ownership 刚刚仁和提到的ownership就是这概念 ownership就是我对这个专案有拥有权 所以在协作的时候 像我们的这个Gelimis Summit跟很多的共同主办单位合作的时候 我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起决定这个大会里面的重要的那些事情 所以对于一个协作专案里面的重要决定 你愿意把那个重要决定的决定权让度多少出去 给跟你一起协作的社群合作者 这就是你对ownership的底线 那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底线 那讲的更极端一点 ownership的极致的表现就是 谁可以把这个专案喊停 就是如果Gelimis Summit筹备到今年的8月 我们觉得不行要喊停的话 谁有权利终结掉这个专案 那就是ownership的最终极的表现 这样的权利你愿意让度多少出去 这并不是说跟开源社群的合作 你就一定要把全部的东西都让度出去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 那像这样的东西呢 像这样的东西谈到的就是 当一个组织跟社群合作的时候 你是去学习对方的文化是什么 还是把它当作工具人来使用 那这样的议题我很推荐你去听 明天上午的工作坊是 Lightbox摄影图书室的经验 还有明天下午决定楼多中心社群的治理 像这样的议程 这里面的议程就会有很多这样的 深水区的议题的讨论 那当然还有后天早上的基调座谈的演讲 也会有这样的内容 那最后一个是后天的礼拜天下午的 最后一个议程是社群议程 这个议程里面会讲到 今年下半年有三个台湾的开源社群 包括MopCon PyCon 还有Girimi Summit 都决定在南台湾举行 那这个议程里面会有这三场 年会的所有的总招 包含我在台上分享 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然后这一路走来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对我来讲 社群的意思就是 社群最终极想要追求的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是组织者 因为没有一个既定的组织方法 会在社群里面一直持续可用下去 所以每个人都要练习当成组织者 把自己身边的人串联起来 那每个人在社群里面做的事情 就是把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投射到你的行动里 所以在这个议程里面 我们就会试着在上面分享 我们怎么样透过年会这个专案 把我们觉得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投射出来 大概就到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进入QA吧 好 谢谢PM5 然后还有就是讲台上的几位讲者的分享 对我来说是非常深水区的内容 然后在QA之前请容我也向各位致敬 我觉得会关心组织议题的都是最Hard Call的人 就是今天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有深度 然后相信有很多的议题 浓缩在这个时间是讨论不完的 所以明天跟后天也希望可以继续看到大家 对这些问题的继续讨论 好 那因为SIDO上面只有一个 对环资的一个资讯上的一个问题 我想要在收集现场有没有提问 或者是分享要提出来的 现在我们大概收集也是两到三个 然后在一起请台上讲这回应 有吗 需要酝酿一下 那可以容我就是好奇的问大家 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两个问题 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G20V活动的 可以举手吗 蛮多的 蛮多的 好感动 那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台南新牙活动的 可以请举手吗 也很多耶 天哪 我天哪 天哪 太惊讶了 希望明后天也可以继续看到大家 以及之后台南的活动上面 好 那还有没有现场要提问的 对四位讲者非常有深度的内容 有没有现场有一些问题 或是有想要交流的 如果现场提问没有的话 那现在slide上面有两个问题 已经直接秀出来 那是不是就先请几位讲者回应一下 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我来回答答案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暴露了组织到某一个阶段 之后会发生的问题 其实组织里的A部门 跟B部门的沟通 其实常常讯息很不及时的 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到了某一个阶段 我们就直接说 遇到来问怎么做数位行销 或者是怎么做 想要发展 像缓资的这些技术的 NGO所谓的友会的时候 我们一律回答 请你先考虑开FB粉砖 或者是用Wallpress等等的商业行为 你不需要再透过缓资 甚至像G0V这样子的工程师们 你直接去找现成的Solution 这可能才是这个时代正确的做法 我们甚至有在最近的讨论是说 如果你想开记者会 可能不如把那个前头去找一个直播主 帮你宣传 达到的宣传效果可能是更好的 那这个就是一开始说到的 有时候你要对科技力 或者是一些社会上在另外一端发生的事情 有一些了解 那你的想象力才不会局限 而停留在传统的做法上 我想要回答第二题 如果各位想要补充的话 我就在想为什么维持一致 有时候比较能够成就效率 因为我们基金会内部 其实像我们就是也会有组改 组织改造 然后不断地在发生 所以从我就是进入地球公民基金 2014年到现在 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谈去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那个工作都在message里面 散播在各种line啊什么的群组里面 后来我们就决定用teams一个协作软体 然后我们就成立 我们有点像就是编组 就是OK 那现在出现一个资讯小组 比较常去使用这些东西的人 讨论好基金会里面能够怎么做 然后就成功无痛的 包含长辈们一起都就是去用teams 而且我们没有跟就是office他们的人 要求技术资源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人 会面对的门槛是什么 所以在我们内部其实一直都在有点改变 所以我不太知道我们 我们应该还算有效率吧 就是本会的就是在倡议上面 基本上还算有进程和效果 所以我觉得风格不一定要一致 然后至于说是否能够让就是 没有铲出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会内 每个人都基本上你要能够 去思考你的策略 去就是去研究你的 不管是利害关系 或者各种资源的摆放 一个议题可能会活十年 所以它在每一个时期 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会就是调整滚动性的检讨 有点类似这样 所以当我如果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觉得这件事不在这个议题的生命周期 继续推 已经变成一个烂坑 像他刚刚讲的那个要留守 我刚刚就觉得我就是那个 你知道亚瑟王常常拔到一半 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回报系统 还算蛮不错的一个社群经营 但也有一些是我那个亚瑟王的键拔起来 发现天哪这个坑有点大 我就再插回去 我不一定觉得说可以继续下去 那组织或者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同事 他们其实在协助我们的就是去看见 就是小海我知道你很喜欢新的东西 你很喜欢公民参与社群一起 但是其实议题的周期啊 或者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些 你可以想象 因为像我自己比较熟悉可能是城市 那在草根群众上面啊 你后面要面对的是什么 大家都会用讨论的方式 去把这件事情好好处理 所以它会不会是一个损失或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会在那个中间就停损或者继续 那继续也许可以长成别的样子 不一定哦 因为刚刚其实谈到那个ownership就是 像我们之前有个工程师就觉得说 回报系统可不可以做成宝可梦 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过 但我觉得这坑真的太大了 但未来有可能 因为其实我们在农地这个议题上面 是接寻着国土计划的 那国土计划的情况 我觉得做宝可梦很适合 大家都来谈国土失序的事情 把那些用错的 就是不该使用的土地的方式都举报出来 你可以有一些获得 所以这是有可能开展 也有可能停下来的 以上 那边两位有没有要针对slider上面的提问 喂 这个问题如果讨论起来是蛮复杂 但如果是简单的回答 我不认为组织一定要风格一致 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议题 跟NGO其实它是非常多元的 那在这个前提下 我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 它确实会有拉扯 可是我们这个议题想解决 就是组织者跟转意者 这个概念在这里面 其实它的拉扯其实是 我们为了要更多的公民参与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它不是一个极端性 就是我一定要一致 或我一定要很多的来 它中间需要去管控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不认为单纯讲这个产出或是损失 而是你在设定你的专案 或设计你的组织目标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 可能有风险的专案管理过程 那有没有一个停损点 或是有没有一个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清楚的分析 所以它这个可能是根基于一个 你已经想象它是一个固定的架构 然后你要达到单一的目的 但是如果你想象的架构 它是比较多元的 甚至你的目的也是多元的时候 其实重点是你的规划 跟你的想象 它想达到什么这件事情 其实蛮重要的 我想简短的说一下 就是社群的特征的确是自由参与可进可退 可是不代表你没有机会把它调整成一个 有一致的组织结构的情况 因为那常常是project by project 你有机会在特定的专案的条件下 跟社群的人达成共识 用某种固定的组织架构去进行它 这或许是一个比较容易进行的方式 比如说小海明天的议程是 NGO与开源谋法师 微章工厂的专案它就是一个有期限的专案 所以他们需要impose一些特定的组织的目标 这是常见的 那再比如说G0V的年会 我刚刚说我们有100多个工人 这个社群 这个一小群人他就是有强的 因为你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跑来当工人的 我们的确有一个工人名单 而且它是封闭的 决定了之后就freeze 你就不能够再加入了 那这种project by project的情况下 因为大家都共同了解一些外在的限制 而去自己建立一些这个专案所使用的组织架构 这是可以的 那我会觉得这比较容易操作一点 想请问一下现场有没有要现场提问的 有的话请举手 但是大家都键盘了 好那还有一个刚才小海举的例子是引进工具 但引进新文化比较容易受到阻碍 有讲者可以分享引进新文化时如何减少阻力的例子吗 好那我其实很想讲另外一个开用化很重要的精神 叫Fork Fork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在相同的目的上去继承前面的人的成果 然后开展你的新专案 其实这也回应到某一些上一个session的问题 也许当你发现组织的限制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开元文化学习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创造一个新的NGO可能比你想的还简单 至少我们是有真实经验的人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新的方式 新的引进新的资源 这好像在举反例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接受这些事可以发生的时候 那有些组织的弹性反而容易出现这样子 对 我觉得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学习沟通这件事 如果你知道跟你的家长或者你的反对方 你沟通的时候先处理他的情绪 再处理他的资讯的传递 点点点及其他 所以你能不能够知道新文化遇到阻碍的时候原因是什么 你能不能够知道他的立场 他的困难是什么 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能力也交给他 让他去选择 那之后我们再来谈就是为什么empower不出去 就是我带来新文化进入我组织 然后第二个但是比较真实来讲 就是我们组织里面的人都 就是包含长辈都比较开放 因为我后来听完以后 我觉得我好像到了一个 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还是什么 所以也许会有这个先天限制 如果你愿意慢慢练的话 其实是可以 我自己在组织内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我在地方工作的时候 必须要花非常多精神去处理 跟我们有完全不同现场 但是你又希望他接受你的 接纳你的观点的人 那我会觉得是有一定的沟通的技术在里面 以上 两位要接棒吗 Piece跟Piece有要回应吗 Piece说它是失败的例子最大不想讲 失败的例子也很需要分享 我只有一些就是普通的建议 第一个是你可能需要先潜入那个文化一阵子 跟他建立一点连接关系之后 你才能够在文化的层次上面说服他可以尝试某些不同的做法 那这个在距离的例子里面 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人潜入公务体系或是潜入其他的运动组织里面 那另外一个突然想到 现在会想得到的讲法 想法就是可以 其实可以作弊啦 就是你可以把文化包装成工具 引进你的组织里面 这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因为工具并不是一个只能够被你使用的东西 长期使用一个工具的确可以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的 要补充 补充一下环支实际上的做法 但是是不是成功的例子我们还不见得真的知道 环支大概在四年多前开始会有每个礼拜的讨论 就是针对的主题就是数位落差这个议题 然后那实际上是由当时的资讯组跟秘书长发起的 然后但是结局就是参与者 那并没有非常踊跃 就是他试图想要处理这一个文化的摩擦 或者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有一个固定的场域去可以提问的 他中间生成了不少成功跟有好的专案 但是我们并没有认为组织的文化有很明显的改善 所以他可能还是停留在工具或者是微小的改变上 但我们不知道再做十年或者是二十年 或者我们还能坚持这样子多久 但是这是可能是其中一种就是要有一个 后来我们开玩笑说那可能更像一个告捷的地 场域这样子 要有一个完全可以跳脱组织 他刻意选在办公室以外是在咖啡厅举行的 那他其实就是刻意的去创 希望创造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些摩擦 好 虽然时间点小脱步 因为上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延续的 NPO跟法人当然跟社群不太一样 都比较会有固定的阶级 尤其越大越老的NPO越僵化 是不是要把上面的人拆翻掉才可以 那另外就是说墙的比喻很好 那坐在上面的人就是边界上的人 就是做通道做桥梁的 那有各种门也显示了各种现场的状况 那这是一个心得回馈 那把上面的人干掉这件事有人要回应吗 回应一下桓梁 桓梁的问题是相反 桓梁是上面的人一直很想引进新科技 然后一直失败这样子 因为其实主导的很强的力量 一直都是秘书长 但是实际上问题可能是一样的 就是阶级跟僵化的问题是存在的 因为如果你已经有固定的工作职长 你甚至有所谓的像是绩效考核的东西 那要求你学新东西 你会需要得到承诺 但这个承诺在大多数的组织做不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在接近紧绷 每一个议题都在 就是那个火烧眉毛的迫切的状态 随时都进入快要burn out的状态 所以如果让我来回答 我还是鼓励大家去fork 而不是 其实fork就是把上面的换掉 因为你就是上面的那个新的 你就是新的那个上面的人 也许这个是更社群的思考方式 然后可以让所有的公民活动更有活力的方法 最后有没有要在30秒回应的 我已经让人来说桌子了 对 组织里面一定会有 比较喜欢冲撞的人和比较乖的人 就是扮演好角色 黑白脸 然后不一定要把他们换掉 但是他们就会突然觉得 哦 乖的人比较好棒哦 你就会有机会偷渡你的想法 这是技术性的方式 好 那边 喂 喂 我觉得 可是要看实际点 就是有危机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引进新科技的 就是说 譬如说 这个组织已经老舟到 大家不想捐钱给他的时候 或者是他一个方法处理20年的时候 你跟他说隔壁就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的时候 通常到真的老舟到一个程度 他有一个那个 怎么 那是什么点啊 奇异点 他就会不舒服 就要做这个事情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已经到了最后 请容我再用我自己的 就是1.0小的经验做一个结尾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G0V 就是那个GOV的那个长得很像嘛 然后今天再听各位的分享 从前面的TFT的NGO的经验 到刚刚四位的分享 就是我听了其实非常有启发的一点在于 因为我本身现在在公部门服务 那政府组织是一个最可怕的组织 那所以在面对很多创新的挑战 要去突破一些痛点的时候 其实会遇到问题 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突破痛点的过程 跟那个思维其实很像的 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来自PDIS 我们叫做行政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透过数位工具的引进 去创新政府组织 那明后天 GDP 三密 还有两天的议程在台南 希望可以继续见到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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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